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 由于佛教教也持乎忠告 佛祖释迦牟尼灭于教难 弘法四十五年 八十岁 誓显涅槃 但是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 排斥和非议之声也不绝缘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虽然吸引了大批信众 却也遭受过不少质疑 历史上许多读书人 曾对佛教心存偏见 有一天唐朝江州刺使李伯 问智常禅师 佛经上说 虚迷藏戒子 戒子那虚迷 我看未免太玄妙离奇了吧 小小的戒子 怎么能容纳 那么大的一座虚迷山呢 这实在是不懂常识 在骗人吧 智常禅师听了李伯的话 唯唯一笑 问他说 我听人家说你读书破万卷 可有此事 李伯是当朝状元 他很得意地说 那当然了 我读书何止破万卷 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 现在都保存在哪里呢 智常禅师接着问道 李伯指了指自己的头说 当然都保存在这里了 智常禅师说 奇怪 我看你的头 只有椰子那么大 怎么可能装得下万卷书呢 莫非你也在骗人吗 李伯听了 恍然大悟 广为流传的佛教故事 一礼今生 但又深入人心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佛教仍然吸引着云云众生 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来一份白粥 小菜要麻叶 萝卜干 黄豆 那个卤干有没有肉啊 那是不是拿肉煮的 是啊 不是拿肉煮的 拿一个 张亚琼是山西太原人 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在深圳从事金融行业 白天他与这个城市里 每一个为未来打拼的年轻人 并无不同 只是在下班后 在同事朋友们奔向商场 或者KTV的时候 他却独自来到山间的寺庙里 做义工 从学校到了社会 你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 会对之前那些价值观会有动摇 就从而受到一些教育 回到佛教其实是 就会认为说人性本善的那一方面 才是我们这一生要追求的 而且它是帮助你快乐的那个方式 这个城市是个年轻的城市 这个城市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怀着种种的梦想而来 他们希望在这个和这个城市一起 来成长 希望在这个城市中间 能够收获他们的梦想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间 能够完全地让自己的梦想成真的 可能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所以说在成长的道路上 怎么样来调整自我 怎么样地来重新地认识自我 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洪法寺有很多和张亚穷一样的义工 一边是紧张忙碌的都市工作 一边是简单平和的寺院生活 山上山下 他们在两个世界中穿梭 寻求着心灵的平衡 现在80后90后的很多年轻人 被贴上了很多的标签 内部士夫也分化出不同的族群 比如说奔奔族 洛活族 菲特族 还有一种叫御宅族 这些宅男宅女 在年纪轻轻 风伐正茂的激情睡月 却整天窝在家里上网 最后弄得连对象都不好找 还要上什么 非诚勿劳 按照佛教的说法 这都是过度强调自我而造成的 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同的家庭教育和文化背景 不同的生活经历 养成了各自独特的生命气质 但我们总是不停地强调自我 却又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我 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这就会造成孤独压抑和隔阂 这就是苦 佛教希望引导众生离苦得乐 其中的道地 也就是自知自证解脱方法 是什么呢 佛教引领众生 寻求自我解脱的方法有很多 随喜功德也是其中之一 在普贤行愿品中 普贤菩萨曾发愿说 几笔十方一切世界 六去四生 一切种类所有功德 乃至一尘 我皆随喜 这种随时随地而喜的境界 自古以来 都是中国人所追求的 唐太宗李世民很威严 满朝文武百官都怕他 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 有一天他问魏征 难道我就这么可恶 大臣们都没有什么 好跟我讲的吗 魏征说陛下您长得太威严了 我们见了您就心生恐惧 气都不敢喘过来 哪里还敢给您提意见啊 听他这样一说 李世民犯愁了 大臣不敢提意见 那我岂不像笼子和虾子一样吗 于是他回到后宫去问皇后该怎么办 皇后很有智慧 拿了一面镜子过来说 陛下您下次上朝的时候 先对着这个镜子微笑 心情变得舒畅了再走出去 后来李世民天天对着镜子练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微笑 时间长了 他的表情放松了 大臣也敢给他提意见了 随喜和功德连在一起 就是随喜功德 指的是见到别人的善举和成就 能发自内心的赞叹和宣扬 就跟自己做了这样的善举 有了这样的成就一样高兴 人可以有一种东西 可以让自己恒常不便地去快乐 去解脱的那种快乐 而不是因为我今天唱歌了我很开心 也不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件伤心的事情 而是让我一再地伤心 内心本身有一种功能 可以调解自己 可以让自己永远得到那种快乐 就是我在佛法中我能够找着 英语专业毕业的小薇 曾经在北京和杭州工作 现在他在弘法寺图书馆 负责图书管理工作 在这里耳濡目染 他也渐渐领悟了随喜功德的精髓 无我随喜 听起来像是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 但是到弘法寺 新修兼做义工的年轻人 并不是消极避世 他们在获得平和心境的同时 更追求磨练意志 直面生活 小薇已经参加了三届八观斋届 她虔诚地修行 并通过修行 慢慢调整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 逐渐接触到苦咸行愿品的核心 恒顺众生是普贤行愿品的核心所在 普贤菩萨的前面八个大院 其实都是在为恒顺众生打基础 佛教的重点不是佛 也不是菩萨 而是众生 只有度众生 才能真正成佛 恒顺众生 就是要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的因缘 每一个人的根性 每一个人的愿望 我们来随顺他 来对治他 只有你来随顺他 他才愿意认可你 只有你来随顺他 他才愿意接受你 只有你来随顺他 他才愿意融入你 随顺的过程 就是心量不断地打开的过程 随顺的过程 就是对他人不断地引导 和教化的过程 我们对他人随顺 实际上是对自我生命的 一种升华和完善 有人喜欢吃甜的 你就给他甜的 有人喜欢吃辣的 你就让他吃辣的去 他渴了 你给他一杯水喝 他饿了 你给他一碗饭吃 见人要知道说人话 见鬼呢 天知道要说什么话 当然说的是鬼话 这就是到什么山 要唱什么歌 见什么人要知道 说什么话 如果这样做 就叫做横顺众生 那岂不成了刻意迎合 不仅以人格独立思想 自由的现代精神 相去甚远 以拽 酷 牛的21世纪新青年追求 更是背道而鲜 实际上 并非如此 横顺横顺 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也不是怯懦的屈服 横顺 是对自身生命的绝对自信 对自己力量的绝对把握 它让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的智慧 是可以创造一切 我们的力量 是可以改变一切 我们的横顺的过程中 掌握众生的根系 掌握众生的种种 因缘和喜气 从而善加诱导 善加解脱 在横顺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 就像一滴水 只有龙鹿大海 才不至于干涸 只有一步一步 完善他人的生命 才能够成就 我们自己的世界 我们自己的世界 我们自己的世界